哈喽大家好我是等我們今天呢要來試玩這款遊戲叫做決勝時刻現代戰獄啊 好那我們主要新手的開取福利可以點開這個商店喔 這邊按一下右下方的接手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這邊會有一個事發日喔 我們事發日的就是事前約的免費獎勵的話就在這邊領喔 這邊的話總共是有12天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可以免費領到全套的這個骷髏骷髏套裝喔 你看這邊有一個特遣隊員外觀啊 然後還有大惡魔的突擊步槍 然後地獄王子 這邊還有一個徽章跟大型圖案喔 我們只要點擊右方這邊免費領取 按一下立即領取 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拿到 好我們這邊就可以直接拿到全套了 這個傳奇 我們的藏密骷髏外觀啊 這邊還有4顆星史詩喔 好那應該也是一款大逃殺優秀 然後上面的話是用簡體字啊 使命召喚戰爭地帶喔 那麼選這個手機設有手遊設計喔 這話就是大概給你分類一下 看看你要經過怎麼樣的訓練啊 然後玩的越多圖像越好是怎樣 你說有蠻多人玩這個遊戲是還蠻卡的 那我們現在的話來試玩一下喔 這邊要一直瘋狂下載啊 所以說 這個檔案可能是特別大喔 這邊還在載入比賽中啊 總算是進入遊戲喔 確實可以看到我們這畫面沒有說到 應該是還沒有到最細緻的感覺喔 這裡聲音好像有點大喔 我們先調小聲一下 現在應該差不多了 觀察四周 然後操控移動 這邊靠近武器並朝向它是怎樣 喔這邊有個武器啊 M4喔 然後靠近撿一下彈藥喔 現在目前是自動開鼓啊 只要瞄準它就會自動射擊 這邊玩起來的話是沒有到特別卡 這邊靠近的話就可以自動撿 OK 前往下一個目標喔 這邊的話可以舉槍瞄準喔 這邊有個稍微放大劍 這邊有一個 敵人 再點一次可以取消 然後接下來手動射擊喔 然後這個是左邊好 放大射比較準啊 好那我們肯定是選自動射擊喔 省得我們還要 瞄準才死啊 我們只要負責瞄準就可以喔 可以自動開火 好不然自動射擊才是比較適合我們啦 這邊還有撤離點 這應該算是新手教學就這樣結束啊 現在是剪體字啊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調整成 繁體中文 有直升機來接我們 這個東西好酷喔 一裝上去就直接 飛起來 連用手拉都不用拉 像PVPG一樣 前面都可以先稍微打個一下 好 接下來就實際進入跳傘 就是說每組三個人的話 總共會有十小組啊 那我們這三個人的 都長得一模一樣喔 我們就跳在最正中心吧 這邊有個補給站耶 我們來看一下那邊是哪裡 那好像離我們的圈圈在外面喔 那我們還是 現在靠圈圈中間一點 感覺他這個說圈說蠻快的 那新手教學好像也沒有教的 很透徹喔 我這邊現在只學會了開槍而已 有個補幾槍 狙擊步槍喔 但是這個狙擊步槍我是 我是不太會用 這邊好像有個人耶 這怎麼 沒有辦法自動開槍 好吧 看這邊就有兩個人 我們有三個人 手槍 又來一發狙擊槍 這可不可以丟掉啊 我想要拿手槍啊 好吧 看能不能拿個步槍喔 看就...欸 好 這槍喔 我們要到了 欸 這裡還有一個人啊 近距離狙擊 有個... 圍...圍充 這感覺還不錯喔 我們現在是在圈的正中心啊 然後這是什麼 好像是一些煙霧彈之類的吧 還有地雷啊 我這邊有台車耶 哦 我們就去開車 看看可不可以直接撞人啊 這邊路上還有兩個人是嗎 直接開撞 剛剛還有看到一個人 欸 欸 這趕怎麼下車啊 哦 然後蹲下的話是 哦 這裡 好吧 看來 這是真冷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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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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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吧 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决胜时刻现代战域的游戏 试玩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 拜拜